吉隆坡世界创新论坛 从本月3号起一连四天 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举行 在这项汇集了全球创新精英的活动上 当局也特别在星期二晚间 颁发25个创新奖项 给各领域在创新工作中 有卓越表现的组织以及个人 科学工艺与革新部部长的 穗麦西木颁发了创新奖项 给25名得奖者时表示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向前进步的重要推手 吉隆坡国际创新论坛创新奖 设立的宗旨就是鼓励企业 学校 大学 青年和科学研究人员 在自己的工作上不断创新 星期二晚上颁发的创新奖项 包括了国家创新大奖 国家年轻科学家奖 国家科技专家奖 年度资讯安全创新奖 生物创新奖和发明奖等 这次的吉隆坡世界创新论坛 一共吸引了1500名 来自50个不同国家的代表 和1万名观众出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坡国际